好 我們今天要來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要來教一下數學的理論 那我們會先講一下 一些就是比較 就是一些概念讓往後的算數會比較好算 那再來我們先看到這邊是偶數 那偶數只要是偶數都能被二整出 像二 四 六 八這些都是偶數 只要是偶數都能被二整出 好 那換三的倍數 那三的倍數就有點奇怪了 那譬如說 假設一個數字是十八好了 好 那他說數字加起來就可以被三整出 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喔 十八 我把它分開來一跟八 如果兩個數字加起來 會等於九吧 九可不可以被三整出 可以 如果它能被三整出的話 代表說十八這個數字也能夠被三整出 這就是所謂的兩個數字加起來 可以被三整出 它就是三的倍數 那最後一個呢 是五的倍數 只要最後一位是五或零 它就是五的倍數 像是五十五 六十 這些都是五的倍數 好 那我就來出一些題目啦 像下列哪一些是二或三或五的倍數 好 第一個看到二十四 二十四是不是偶數 好 對 我們可以確定二十四是偶數 那我們就先除二 所以除二完之後二十四 除二會等於十二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十二 十二是不是偶數 是 十二還是偶數 那我們就再除二 會等於六 那六是不是偶數 是 那我們六就要再除一次二 就會等於三 那最後剩下三 三是不是就是三 可以再除一個三 就會等於一 所以 它二十四是二的倍數 也是三的倍數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十四 十四是不是偶數 是 那我們就要除以二 所以十四除二就會等於七 所以它也是二的倍數 那我們再來我們看三十五 來喔 看到後面是不是有五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它是五的倍數 所以除以五 會等於七 那我就可以驗證它是五的倍數啦 再來是六十 好 六十的話你看喔 是不是最後一個數字是0 那我們就可以先除以五 就會等於十二 是五的倍數 再來十二是不是偶數 是 所以它可以除以二 會等於六 那六是不是偶數 是 六四偶數 又可以再除以二 等於 三 那三 是不是就可以被三整出 所以 它的倍數 是誰的倍數啊 是不是二 三 五 的倍數 好 再來 小數的約分 能找出上下共同出的數 就能夠約它的分 比如說四分之二好了 來 你看喔 二是不是偶數 是嗎 我們剛才教的二四偶數 所以可以被二整出 四是不是偶數 也是 所以也可以被二整出 好 我們找到可以被 兩個都可以被二整出 所以代表說 我們兩個都可以除以二 所以上面除以二會等於一 下面四除以二會等於二 好 我們就約到最簡啦 這就是最簡分數 二分之一 好 那我們 看底下的練習啦 十二跟十五 好 那我們就來判斷一下 十二 是不是 可以分成一加二 會等於多少 三 那十五的話 是不是一加五 會等於 六 那三跟六 是不是都可以被三整出 所以代表說 他們上下都能夠除以三 好 所以十二除以三 會等於四 十五除以三 會等於五 所以我們就約到最簡啦 答案就是五分之四 好 再來看第二個 三十六分之十八 你會發現 十八是偶數 三十六也是偶數 所以我們先除以二 會等於 九 分 底下就是十八 那有一些同學可能會反應比較快 會直接被 乘除法 九一九 九二十八 那我們一步一步做的話 也是一樣 也可以用三去 三去除 你看喔 下面是不是一加八 會等於 九 是不是可以被三整出 那上面是九 也可以被三整出 所以 是不是就可以同除以三 所以 上面 九除以三 會變成 三 下面會變成六 那 上面是三 下面是六 是不是就可以除以三 會變成 一 分之二 所以答案就是 二分之一 那 後面的話 也是一樣 跟前面的這個一樣 所以 我們 就 不再多做練習了 那 六分之二十四呢 藍 六是不是偶數 是 二十四也是偶數 所以 可以除以二 或是 六除以二 會變成三 下面除以二 會變成十 二 然後你看時候 十二是不是又可以被三整出 所以 一加二 會等於三 所以 上下 又可以被三整出 所以 十二除以三 會變成四 三除以三 會變成一 好 那我們就看下一頁啦 擴分 所謂的擴分呢 就是把原本的 數字 擴大 所以 代表說 如果你要擴大的話 上面乘以二 下面就要跟著乘以二 所以 就會變成 四分之二 好 那 下面的擴分 例子 那我剛才已經同乘二過了 那我現在就舉同乘三的例子好了 上面乘三 下面也要乘三 所以 答案就會變成 六分之三 那 後面的題目也是 一式列腿 就是 上面乘什麼 下面就要乘什麼 比如說 上面乘五 下面就要乘五 所以答案就會是 二十分之五 好 後面的練習就交給你做啦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那當 數字乘以 比一還要大的數字的時候 乘出來的結果 會比原本還要大 那我們就來證明一下 看喔 原本是二 乘上 比一大 就是二嘛 二比一大 所以乘出來會是四 有沒有比原本的二還要大 有嘛 所以這個結果就成立 然後再來 當數字乘以比一小的數字 乘出來的結果會比原本還要小 你看喔 原本是二 乘了一個0.1 會變成了 0.2 所以乘出來的結果有沒有比原本小 有嘛 所以這個也成立 再來 原本是二嘛 變成0.4了 所以會比原本還要小 所以這個也成立 原本是二嘛 變成0.4了 變成0.4了 所以會比原本還要小 再來 如果二除上0.2 除上比一小的數字呢 你看喔 2 除上0.2 把這個去掉加一個0 所以會變成10 所以最後 它會變成10 會比原本還要大 所以這個也會成立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啦 好 在做時間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 時間的基本單位 一天會有24個小時 一小時會有60分鐘 一分鐘會有60秒 然後再來列出 我再教你怎麼列出 直式來做時間的預算 好 你會發現這一頂 6小時 24分 要加上5小時 47分 好 加稍微結果 你會發現這邊是 加起來是11 這邊加起來是 1進位 4加2加1 答案是7 好啦 那你有看過71分鐘嗎 沒有嗎 因為60分鐘 就會變成 1小時嘛 所以代表說 你其實這邊要先減掉 60 然後你這邊 11 要加上 進位的1個小時 所以說 我們最後得到的答案是 12 小時 11 分鐘 這才是對的答案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18個小時 再加上12個小時 所以總共會是 30個小時 但是24小時會變成一天 所以扣掉24 就是 一天 六個小時 一天 六個小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